大家好,歡迎來到晚上11點至12點 FM 105.9 的文化新生活之家國生活 我是你其中一位慣常的主持人 Anna Gawo 總幹事黃曉瑩博士 我們今天也做年尾大... 我不可以叫做年尾大攬炒 年尾大事回顧 我們今天除了有台主監製蕭公子 蕭俊華來之外 也有兩位嘉賓 我們等一等我們今天需要講的話題 我們先介紹嘉賓 第一位就是約克區教育局 第二、三、六區的教育委員 和安省公立教育局的理事會 聯會理事林敬浩 Ron 你好,大家好 很辛苦 你好,謝謝你們 另外一個就是Allen Allen Tam 約克區公校局第四、五區的教育委員 以及教育局的副主席譚國成 好,大家好 整個小時的節目最難做就是 讀那個系統 很長 有多次 好了,那我們就入戲玉了 今年除了易先生和程小姐之外 其實沒什麼大事好說的了 這個疫情是影響到民生裡面很多事情 但是請得你兩位大哥來 當然是說一下 在教育局裡面 或者是約克區教育局裡面 我們看到的不同層面的轉化 在整個系統裡面 是不是 我相信教育局裡面有他的挑戰 另外用家 就是小朋友和家長 在家裡有挑戰 各自都有不同的方法去適應 現在的事情還未完結 也不是很完美的 我們也想知道 在這個節目尾聲的時候 也想知道 明年大約的大計是怎樣 也有什麼方面的資源 你希望省府或者其中一級的政府 可以為你配合一下 好嗎?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現在回到年初的時候 March Break 之前和之後的光景 已經不同了 其實我們年初的時候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校園裡面的小朋友都是一般地有上學的 因為當時有一個工業行動 是不是? 我先回答 是的 是有一個工業行動 你說的是上一個學年 就是2019到2020 這個情況就是因為之前省府和每一個的教師公會 都是在談談他們的續約條件 所以這個情況就會看到很多老師和教廳有一些緊張 所以這個情況就是 工會就要求要多一些 省府當然是想省錢 就禁住了賀包 所以你會看到兩方面是很多的 特別在報紙或傳媒上有很多空中的爭執 所以令到最後你會看到家長或者學生 到最後都不知道那個結果是怎樣的 但是到了因為疫情的時間 所有的爭執就停了 所有焦點就顧著在3月的時候 即是March Break的時段 究竟下一步會做得什麼 因為當時是鎖定的 鎖定不是說我們現在的鎖定 那時候的鎖定是不可以外出的 最多你就可以去買菜 就是這麼多了 因為你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所以當時的情況 我覺得我最多的擔心或者投訴 都是老師或者是家長 那關掉了之後 究竟將來的學業是怎樣的呢 因為那時候連福特省長 都是跟很多的醫療警員 或者跟其他的專業人士一起談 究竟疫情的情況 大家有沒有口罩 因為學校有很多東西都未知之數 都不知道那個病 病的病菌的嚴重性去到哪裡 所以那時候就有很多未知之數 令到很多的家長或者學生 究竟有沒有書讀呢 所以那個情況是這樣 或者Ron 也可以解釋一下 我想問一下Alan Alan 你在未末日禁止的時候 有沒有徵象 省府會提供提供的破壞 他們有沒有給你一個頭額 因為那時候 你真的會記得是我們的 Prime Minister 的太太 她真的 她感染到這個Covid-19之後 我就看到突然間那些東西就 一百次轉了 但是之前要知道 Ron 也是在教育局裡面有很多聲音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我們看到 當中國新年完結之後 我們很擔心的 因為很多的學生是從中國大陸回來 我想很鼓勵教育局 可不可以用扭罩呢? 所以Ron 那時候 真的看到他不斷發電郵 或者跟主持人去討論 我們可不可以有一個政策 或者Ron 可以說一下 我自己多謝Anna 剛才的問題 這個是給我自己一個很好的Rewind 我最記得在1月20多日的時候 我在安省Public School Guard Association 開會的時候 就看到美國第一單 1月20多日第一單 接著去到2月初的時候 就第一單坐飛機回來的 一個華人的個案 我還很記憶猶新 好像是一月尾的 是吧? 是的 我忘記的那一單 1月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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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就是美國的第一單 接著就馬上輪到加拿大 那時候我就剛剛開會 我們當天的主持人 還是Dr. Delilah 是多倫多的Public Health Officer 去到向著整個安省公校教育聯會的董事 就是我們一班的Broad of Director 去到說這個疫情的進展 那接著就開始有了第一個Case 我們要承認我們在華人 在東方和西方社會 真是對於口罩這件事 真是當中要承認真是一個很大的科學 醫學的分歧 以及文化的分歧 以致到我們這裏不是說對和錯 那個事情是這樣的發生了 有一班人去到爭取口罩 慢慢演變由聯邦 剛才Alan 提過聯邦給予一個方向 由not recommended not allowed not allowed 我最記得在學校是不可以戴口罩 當時我亦都被一些家長 去到插到 是一不斷去到用電郵去到詢問 我就將所有的東西都去到跟director 去到要說出來 當然 staff 他們要跟回 public health 去到那個動作 去到做事 他們不可以什麼一個獨立的決定 這個決定是一個好合作 是慢慢演變了越來越多Case的時候 由not allowed 就變成not recommend 接著就先變成recommend 接著才變成highly recommend 去到今時今日的時候 York Region在約克區 Toronto是mandatory 這個是一個大家一起在加拿大 多倫多一個一起的學習 對於這件事情 學校現在4072唱 全部都戴口罩了 這個是一個我自己很convicted的一件事 我去到反映給教育聽 staff 他們都明白 我當中一月底的時候 我寫了好幾個的電郵給聯邦衛生部長 當然了 因為他自己有他的riding的人 市民要去處理 他沒有機會回覆我 但是我告訴我的家長 我想聽我去到不斷在教育局裏面 去到不同的途徑 去到爭取這個mask的用途 其實那9000個partition 是在什麼時候出來了的 我記得好像是2月3月頭 我想就好像剛才Alan這樣說 是新年 因為剛剛中國年 你的人不斷回來的時候 你什麼人都會擔心的 這個是無可後悔的 無論是從香港回來 台灣回來 在歐洲回來 從哪裡回來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經歷 在教育局3月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出奇 我們這麼快就進入棄育 對於我個人來說 其實剛才看到我的discution 正正就是棄育 我們有年頭 其實我們家和自己都經過 這個非常之好 我們叫做pulling out wisdom teeth 在拔著智慧齒出來的那種 那種拉鋸 就是怎樣我們身為華人 或者香港過來經過沙士的人 完全了解上呼得到系統的疾病 或者一個患患的肺炎的問題 而我們已經知道怎樣做了 是不是 現在好像我們整個社區已經知道怎樣做 我先做了 然後好像被懲罰 因為我們做了 比其他社會上的人士更快 那從而大陸有些什麼呢 甚至有歧視的情況出現 是不是 然後他就有個petition 說不准我們這樣做 然後我們要向我們的 authority 又好 分打又好反映 等於剛才你們教育委員 去你的director 反映 或者minister of health 反映 跟他說其實很急切迫切需要 你讓他們這樣做 以及你 upgrade 這些 measures 好像我要說幾次你才聽到呢 是不是有人死了你才聽到呢 結果原來是 prime minister 夫人有事你就會肯聽到 或者大家都坐著等三級上的指示下來 其實到了年尾 現在回頭看 我們很想再問回同一個問題 那你現在覺得呢 戴口罩這件事應該是怎樣呢 是不是 那我當日呢 不是只是戴口罩 其實幾乎是有一個conflict 就是戴口罩就等於你要被racist right 你不戴口罩才是human right 你不戴口罩才是不嚇壞人 你戴口罩你嚇壞人 你是錯的 你記得有這個 discussion嗎 你記得 你給了一些anxiety給同學仔 如果你戴口罩 你就會嚇壞同學仔 你現在嘗試你不戴口罩進去 manxiety多些 是不是真的這樣 但是其實九月開學 除了五年班以下 不用戴口罩 全部我想 across Canada 我看過了 Tracking 好似似乎各個省都要戴口罩 還要說是什麼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小孩不懂得戴 是不是 他又會摸摸說 兩位教育委員 你同不同意呢 小孩不懂的東西要教 那你同不同意小孩不懂的東西 就是在校局裏面可以教 他不懂就教 阿倫 我覺得當時有一個情況 是很難買到口罩 我相信是這個原因 令到政府 如果我們一推就說 全部都可以戴口罩 我相信當時是會發生恐慌的 但是他們又沒有想到 原來我們可以戴一些布口罩 即是未必要用一些藥用口罩 所以我覺得當時政府不是想得很完全的 而且他們真的沒有經驗 因為你年輕的Ron都知道了 因為我們有些同學 在一月或二月的時間 是真的戴口罩回學的 但是很可惜 就是老師或者是校長 一看到這樣 就即時就叫他們 你不可以戴口罩 如果不是 就叫他們回家 那時候的文化 和現在真的不同 現在你會發覺 你不戴口罩 老師就已經走到你了 問你為什麼不戴口罩 他會馬上給你戴口罩 所以你說現在 我覺得有進步 因為在這幾個月 即是在加拿大 竟然這個文化 這樣的情況的國家 可以去到 追到香港或者中國大陸 幾年前 人家幾年前已經是要用口罩 但是現在 加拿大一刻 就開始認識到這個問題 我相信接下來的情況 都不斷地進步 我希望不會再有這些 剛才Anna 說的 這些歧視的眼光 特別是對華人 我們剛才說到家長的反應 小朋友的反應 或者委員你們本身為華人發聲的動作 以及你們做過工作 但其實內部不是沒有矛盾的 我們談到初頭 零史裡面的不同有色人種 都會有矛盾 戴口罩是好還是不好 病是嚴重還是不嚴重 我們是過敗、過敗 到了大家都覺得這是病的時候 在校局裡面有沒有一些 比如說僱員方面 或者工會方面的衝突 矛盾 如果在健康裡面 有些組織 整個組織 都會離開 因為他們說 不安全 你們不要提供 正確的履歷 或者我們根本不夠人手 你逼我做這麼多事 加上不夠履歷 我不做了 扔下走人 有些隱藏的家庭 有些醫療的家庭 有這樣的事發生 其實教育局 其實本身的工作 都是聯繫的 在那方面 僱員方面 勞工方面 有沒有一些 類似的衝突 或者是挑戰 我記得在3月 在這個無限 Extended March Break 前的時候 就開始要慢慢去到對Mars 這個事情去到 那個態度有一個轉變 衝衝一點點 我剛剛記得了 我自己當時我看了很多很多科學的文章 去補充這個面膜 但是沒有一個實體說面膜是不成功的 他有很多的文章都說 如果小朋友戴得不好、癢癢的時候 有這個機會去感染病 這個是我明白的 但是整體來說是一個grand scheme of things 的時候 就是如果你大部分都訓練得到他長大的時候 這個是可以保護到的小朋友 那剛才Anna問那個問題 Let's start 我記得Ellen,你看一下記不記得 就是我們去到三月就去了這個 asynchronous learning 遲些可以說 不同步的學習和同步的學習 都是很多東西可以回顧 但是在Mars那裡 因為已經是停下了的時候 已經學老師就不用回學了 就是他們不用回學校教書 但是去到七、八月準備reopening的時候 我記得老師、工會去到看教育局 看政府怎樣做的時候 他們就有很大的轉變 就是他們很需要這個PPE的幫助 就是無論之前他們想帶也不想帶就好 這個是一個安全的考量 我覺得都是一個需要去到這樣做 當然我們教育局也都是去到 Procure 了很多由聯邦 我已經允許我們給省府再去到教育局 你知道我們這些公司 不是說我捐一千個Mars給Anna 你在教育局就拿去用 就是有很多很危險的規則 要去到跟進入 Procurement Process 我們在七、八月的時候 除了開學 就是這個PPE的Procurement 都搞了很久 令到學生 或者老部員有一個足夠的保障 給他們 那也有少許多了 除了剛才Ron說 PPE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老師會覺得 那時候也很難拿到口罩 但結果我們教育局 都和省府買了很多藥用的口罩 還有面罩 還有很多的洗手液 當然我們有一些的措施 令到老師覺得是安全的 例如我們是用小班教學 如果初初你也可能會知道 在九月時間 有一些課室 是說真的只有六至七個小朋友 特別是小班那班 那現在就會多了 因為我們老師實在不夠 剛才Anna所說的那個 工會或者老師的問題 一些學校如果真的有一些爆發 或者是有一些學生或者老師 是感染到病的時間 真的會有支援教師 是不敢去那間學校的 這個是很事實的 所以呢 我們也曾經有一間的小學 在Ron那邊 因為這樣的情況而我們是要生效 我接下來的情況 或者Alec都可以補充一下 我們萬錦市或者約克區 其實都不是有很多的個案 所以家長都可以放心 大部份個案都是很個別的 可能一間學校一個課室裏面有一個學生 很大部份都是在外面的東西回來 那麼我們在萬錦市 都從未過有一些所謂的大爆發 那麼最多可能有一班裏面有兩個學生 就是一個流氓裏面有兩個學生 所以我們就說那個是一個叫做爆發 但是其實在一些其他的地方 譬如在Pill Region那些爆發 或者是多人多的那種爆發 跟我們所說的爆發是有很多的分別的 那如在December 18 即好像是星期五 它是有大約7,151個個案 在York Region 大約是107個案 大約佔了1.5% 那麼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是除了一間是Maple Public School 那麼就有16個學生 他們在Warn那邊的 所以可能是他們那邊生活習慣 好像Warn本身自己很多Gathering的問題 那麼這個可能是那間學校就受到感染了 那麼或者我們可以放一放這個問題 就是可以說一說 其實在March Break去到這個差不多6月尾 就是就是remote school 那麼在過程中大約16個星期 那麼很多人發覺 就是因為尤其是Elementary School 那個問題就是就是說很多 就是不太習慣那些小孩 就是可能那個age比較少 就是讀書的能力 那個skill是不是這麼多呢 那麼就發覺就可能有個 Learning Deficiency 然後去到High School 就有些人就說說 有些Mental Problem 或者甚至因爲它是避免 但是也都有些說說不用上學 沒有那麼stress Mental 還是好一點 所以那裡就反而可以大家留言 但是最重要的問題 report card 怎麼搞呢 那可不可以回答這三件事 Alan 先好嗎 那剛才Alec說得很對 就是由3月到6月的時間 其實那時候 就是國力教育局 未真的準備好在這個叫做網上教學 我們也有網上教學 但是就沒有去到 完全是6個小時都用 例如視像會議 所以有很多叫做Synchronize 譬如 老師可能放一塊東西在網上 那麼學生自己在家就自己做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 所謂的Time Table 時間表的 但是你不要想到家長的變化 因為家長其實 你想一下 有一些可能沒有工作的 或者是損失了工作 或者他從未試過這麼長時間 對著自己小孩子的 或者對著自己的配偶 所以在那個情況 我覺得小學或者中學都會有 就是那些小朋友 和家長都有一些 我又不要說是一個 Mental Health Problem 但是他們是一些要磨合 要令到那個溝通 或者以前有很多看不到的東西 現在看到 會令到小朋友有一些壓力 我覺得 那你說會不會是這樣 又會見不到自己的同學 學習和以前又不同 沒有了一個規矩 差不多二十四七都要見到自己的父母 所以那個時候 在學業的那個情況 我聽到很多家長都跟我們分享 特別是Ron都說了很多 是有一個困難的 所以我會覺得三月和六月的那個時間 就是那個學業 有很多家長都好像沒有學過 小朋友 會令到他們不如就在 夏天的時候補課 就是讀一些夏天課 所以就會有一些 特別是中學生 在七月、八月 七月時間都有一些 夏天課是用我們轉了 就是改善了的形式的網上教學 那時候是很多家長 說真的一百八十歲 轉了這個網上課程是可以的 令到他們有信心 在九月的時間 將學生擺去一些叫做網上課程 所以那時候九月 我們真的有很多學生 選擇了網上課程 包括小學和中學 全網上 我一會兒再說 但是呢 阿溫或者你有沒有一些 可以補充一下 我記得三月至六月的時候 就是 所謂是一個 uncharted time 我們從來 在教育任何一個 industry 裡面 過往都沒有試過 是 有一件事是全部有 有 in-person 所有東西變了去到 在教育上是這個 錄影教育 我想我最記得 家長那種的 feedback 就是 因為當時 就不像今時今日那樣 是開 camera 這件事 去到當中 很多 privacy 有些不方便 老師不可以去到開 有很多的因素 令到這個 三月至六月 是一個 叫做 testing period 就是 那個pandemic 打到來 你是不可以上學 教育局 不單止 我們教育局 任何的教育局 都是一個很短的時候 有一些老師 我記得 Anna之前和她聊過 是已經是有 有些 passion 之前已經用google 的時候 那些老師是ok的 很容易上 但是也都有一些老師 她是比較 tradition 她還拿著那個 marker 在那個 blackboard 去到寫東西出來的時候 那你就會有一個的 gap 無論在那個 receiving end 還有在那個 giving 當中 去到私教那個 還有去到學生 去到授教 都有一些的 gap 去處理了 那當然那些 gap end up 就去到哪裏 那些 feedback 去到那裏 那裏 那裏的 email 就爆了 那裏的 email 爆了 那裏就要反映 去給 staff 聽 去到有個叫做 我們現在用到的字 爛了 pivot 要轉變 要轉型 要轉 其實剛才Ellen說了 在七月八月 叫做真是有個補飛 那個補飛就不是教育屋做得不好 而是當我們進步回那個 online learning 的時候 那一刻那些 summer course 我收過三個的 message WhatsApp message 那些家長是WhatsApp 我說 你現在七月八月這個 summer course 跟三月至六月的時候 真是很願望 未必一定是因為做得不好 而是大家都未做過那個東西 那也都在當中有不同的老師 有不同的習慣性 去到deliver 這些用一個online的形式 那這些我好記憶猶新 因為我每一次有事情發生 我就好像寫日記一樣 去記錄下這些資料 給自己一個 reminder 去到往後的時候 怎樣可以做好些 那是一個慢慢 graduate 的 慢慢給大家進步 還有去到好像Ellen所說 慢慢磨合那一件事 其實呢 大家都看到 教育那個難處就是 由 procurement 開始 是不是資源不夠 你口罩你想買這個錢 那你有錢是否可以買呢 買又對不對呢 然後突然間要老師學會 怎樣教小朋友用 那類型的老師很大部分 其實以前都沒有用過 那同一班裏面 有些小朋友的家人 很相信口罩 又有些小朋友的家人 很不相信口罩 然後突然其來 你就不能對著小朋友 對他握手道別 你要在網上見他 那他可能家人 又不想他開鏡頭 你又不知道他是不是回學 是不是在睏眼睡 那同時 那家裏面那個緊張 那個壓力呢 就來自可能家裏 已經開工不足 或者失業 又或者同時要被迫在家裏 但是有幾代的人 跟著他們的家裏面 都不一樣 那就產生很多磨擦 那些個案當然是來了家和 所以我們清楚了 其實都沒有那麼多機會 可以接觸到校局裏面的社工 社工也都是最近 應該是忙得爆的那些人 其實有很多問題 我們都還未處理 我們現在去到半場時間 休息一會回來下半場 我們繼續探討這件事 還有我們要談談展望未來 好的 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